受到抗疫活动和宵禁的影响 周二洛杉矶许多中共病毒测试站点 和DNV办公室仍然处于关闭状态 首冲击最大的洛杉矶市在周二宣布 除了位于稻奇体育场的病毒检测站点外 其他室内的检测站一律关闭 而落线范围内的36个站点 在周二仍有4个处于关闭状态 另有9个缩短了营业时间 针对已经注册检测的民众 当局表示将另行通知 此外 上周末游抗疫活动 引发多起打砸烧墙案件之后 许多加州公共服务设施 如DNV和县高级法院都占不开放 事实上 上周日一家位于圣贝纳迪诺的DNV办公室 遭到一名男子故意纵火 索性消防员及时到场将火扑灭 没有造成伤亡 目前 加州官方网站显示 诺县和圣贝纳迪诺县的所有DNV 都处于关闭状态 至于具体病毒检测站点和DNV的开放时间 当局表示将于网上每日更新 新唐人记者郭约希 洛杉矢综综合报道